寶麥妳好 阿寶老师妳好 嘿 妳好 我小姑 嘿 妳好 正以往 嘿 我来请到阿婆 现在我去那田林農民增的 我已经坏了 现在只要再来坏 是没有再来淋一些 淡河和丹临河 做坏的坏 嗯哼 那两花也要放多少钱 好 以往是没水 拜拜这样 嗯 拜祭各位 好好好 谢谢 好 来 这个爱这段了 当然是这个 我们 这段很重要的这个工作 当然就是说 可以让他 像我们刷刷 我们刷刷我们要让他回复一下 对吧 我们现在 已经开始来这个採收 这个採收刷刷了 他要让他回复一下这个期间嘛 所以我们这个中间里面 可以让他一点点的这个肥份 让他更快 因为现在要温度要更有 要不正式进入这个休眠 所以可以让他稍微休息一下 一般来说 一般来说 我们在这个时间 就是说 在休眠可以在这个盐的时候 如果是比较温度 我们就要保持一些水 让他稍微在这个 生中心 让他回复一下 但是 现在 一般到11月 国历到11月 过 我们就不要再去保水了 就是说 让他稍微温度一点点 也没关系 以这个 以我来说 就说 要去那些水分的 这个氏球量很稍微 稍微在生中心 稍微停一下 慢慢慢慢去生息 他对水分的这个氏球量很稍微 就会很大 搭到很过分 那一般是没必要 因为 我们如果做超新材费 有一点点的这个 漏水 以那些漏水来用就差不多有够 一直到这个美女开春一阵 可能在开花那些那些 那是水分较不够 我们要去補充 这是想 我们要先去对水分的部分了解 当然这段时间里 这个氏球 是想 他没 没很大的一个这个 生中 没再开心 所以我们这个氏球量 最主要这个目的就是说 让他 吸收一些 缺在这个天类 美女开花的时候 他那些大量在用 所以 他那个掌心的 回复在这个时间里面 来用 可以 那我们一般在管 大概你拆一下 就是说 一分底 如果是看你在用的水 差不多有的人是差不多四百水 四百水在厚 算说 厚度不厚 两百水在厚 但是两百水在厚度不厚 但是两百水在厚度不厚 不然你就要用这个 动力机 稍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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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每个人的 这十万就是说 你把它拆 看看 看你是一分底 比如说我这差不多六分 六分 我在红的差不多要在这个 两百水 你大概就是六分底两百水的一个量 你稍微拆一下 拆这个量 不要太多了 因为有时候这个 我们在用大概就是一分底 比如说六分底 你只用三公斤来用 因为你用几十次了 这不一遍 这一遍 如果想说今年怎么长较弱 你把它用这个三遍 只用一次 你大概就是说 这个 半公斤用一分 就是说一分 两分底 用那四包 那一包 五包 五包 每一个四包 都一公斤 一公斤 你用差不多两分底 这一包用两分底 就很多 有的人 跟报告说 我因为冠了很多 我可以一包做三分 那也没关系 但是就说 你怕说这陈子比较弱 你就是两分底 这一包两分底 你把它拆一下 就是这样来厄 所以那一包处 差不多可以厄一家冬 这个量很足 不需要更多 甚至好评论 我感觉说厄了还不错 要多厄一些 这个量就处 你要厄 你每年开春的时候 如果假设 你如果想说 我感觉 这次收冬后 我厄一遍还不错 你每年 每年的账款有在费 每年开春的时候 那時候他的肩大量在生中 那時候我們會計劃一倍 譬如說開村進城這家家 他開始還沒逃亡 但是差不多有一點 這個 開村那家的消化 就有一點火頭稍微淡淡 我們可以去對一數 這個榮林菌下去 現在你看他開始漏漏漏漏漏在開火的時候 我們還可以對一遍 第二遍 現在到他社會調割之後 我們再一次 到這個中個 到一陣 洗澡膏都凌災 大分水 小分水都過去了 我們第一陣再用一次 如果這樣起來 他的漏漏的行動就很順利 所以這大概是 我們在這個操作上 你可以這樣做處理 一些比較俗漏的 在這個棟尾時 你要補一下就可以 你如果是說要灌這個 比如說要用一些營養給食物 你選這個肥料的食物 要用一些營養給食物 不要緊 比如說你可以 這個肥料上 肥料上你 可以比較高一點 但是要有鋁給他 因為他現在 這個鋁肥的量 在這陣子 原來是因為肥料要休息 所以不可以說完全沒有鋁 沒有鋁 這樣有時候是比較好 所以這陣子在額的時候 大概那個肥料不用說鋁肥 你可以把肥料上鋁肥 肥料上鋁肥 比較高一點 重要就是說這個鋁 這個鋁賣很多 比如說你用二十二十二十 這樣 這種這樣起來的感覺 就是說你如果用二十二十二十 這種的肥料 這樣沾不夠鋁太多 所以一般來說 用最好的肥料 我們大概在用的時候 就是說那個鋁的肥料 不要超過十 就是說 大概我們在用起來 那個鋁的肥料 不要太多 因為我們有用榮林鋁 你鋁這麼多 其實那是沒有什麼樣的 沒有什麼作用 說不是比較誇張 就是說比較沒有 那些大一個好用在裡面 因為我們榮林鋁 就有那個鋁的吸收 因為我們土地本來就有夠 所以這部分來說 就比較不需要那麼多 所以有的人會管這個鋁 比如說像台肥的鋁 水的這二十五十 這種的一個肥料 這應該是可以 就是說如果是這種 這個算他比較鋁 算你如果是要不要讓他鋁 四十三 這十五十五平均的這種 就比較沒有說 很適合 所以一般來說 我們的建議就是 就是說 可以用一些這種的東西 譬如很多人是都 灌這個 像水的這種 大概就是說 反正你就是 淡比較鋁 人比較鋁 人也不用很鋁 人也不用很鋁 這種的一個來應用 這樣就可以了 這種的一個比例 你可以來參考看看 這種罐頭咖的肥 都好就好 不用買真好 不過跟你說的要買真好 就是譬如說 像我們自己介紹的 德國的種 拿來的罐頭 有時候是 滴味說真的要緊 不然一般來說 我們都會感到比較沒差 其實是因為這時候的肥 不用它對美容元素 這個需要量比較多 所以我們在 拆收進行 我們美容元素都報告 就沒什麼要緊 所以這個大概 你的應用的時候 就是說 我們是建議說 像這個一盒 這種水的這個 那些燒燒 沒有貴 配合來燃 這個有效果 你加榮林菌 如果如果是藏比較黯的 你發現有這個藏很黯的 沒什麼正常 還有一些 幾倍 大大這種的 你一定要染 這個病菌 這個殉狀牙包桿菌 牙包桿菌這個東西 你一定要染 把牙包桿菌放進去 因為這種東西下去之後 讓牙醫生困在金的地方 有一個保護 每年起來 我們有一些 不必要的經營 比較容易控制條例 當然金如果有夠怕 這個問題就比較少 所以每年開出的時候 我們再幫牙做每一輪 當然這順受當了一個 你可以用這個藝荷這種 這不太貴 我們有很多好朋友說 這樣 要感到好像說沒什麼好 我是建議說 我們有一個 算說對那個金的 這個 這個 生中的這個部分 有一點點的幫助 而且也是一個 很好的肥溫 一種是這個玉米去發酵 做玉米樹相關的負産品 這個東西 這種東西你可以拿來 它是一個 植物性胺基酸 你如果想說 我想要灌一些這種 營養肥 我用比較少 我譬如說 一分塊來營 差不多控制 3公斤到4公斤 一般來說 一分塊可以用到6公斤 但是我們這段時間 我們不要補一數 不要補那麼多 所以這個量 稍微把10個6公斤遺寒 這種水溶肥 就是6公斤遺寒 一般是3公斤 是最好 然後你可以配合一些整湯的 這個你如果不清楚 你可以加電位來電台 看是問我們這個神農妹 還是要問寶妹 都可以你問一下 那一湯一湯 那一湯也差不多可以握一塊塊 你就是大概這樣 跟他配合這種東西 去拌勻一下 如果比較弱臟的 你就可以稍微處理一下 尚心的 應該你很快就會看到 他這個長生的回覆 大概是這種的處理方式 農營菌大概就是一分塊 半公斤 就是一包四包 用兩公斤 用兩分塊 這大概是這樣處理的方法 如果還有不清楚的地方 歡迎我們所有的好朋友 可以隨時和我們保持電路 嗯哼